conveyed 非常的 我的天下 哈喽我 1975是劊萍 我们这一集要大家分享的是麦克比的无用小知识 为什么他无用 我真的要说 如果你是术科专班的美术系的 这些同学们你已经都知道 所以对你来说这个东西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是对于麦克比外行的人来说的话 我等一下说的这些东西 可能对你来说会有一点点的 一咪咪的有用啦 好啦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个麦克比有分四种头型 细头 平口 圆头 坊间 每一种头型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但终究是以坊间较为常见啊 不信你看 坊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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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房间啊 当然它们另外一端的话 有一些是属于源头的 有一些是属于细头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差不多差不多 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哦 不管你买哪一排的麦克比回家 第一件事情 拜托一定要把这个色卡表做好做满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平靠着这个笔盖的颜色 你拿着就去画的话 有非常高的几率 一定会失误 你看我这一支B39 B39它的颜色是... 也差太多了吧 对 就是差这么多 你不信我真的画给你看 是不是 它的颜色真的是长这个样子啊 你看这个盖子会准吗 一点都不准嘛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先做好 第三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平贴着画 每一个学麦克比的人第一件事情拿到笔 就是要画个直线嘛 直线哪有什么困难的 我跟你讲 它真的就很困难啊 一直线你要这样子撸过去 完全是平的 真的很难 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超困难的 你要这样子平平的耶 要这么的平耶 如此如此的平 中间都不会有凹凸翘起来的位置 这真的很难 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反复的练习才有办法 再来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不管怎么画 麦克比的最后这个地方 有没有 它一定会有这么深这么深的痕迹在 因为速度决定它麦克比的深度 如果我在速度很快的状况下 跟我很慢很慢很慢的过去 有没有 同一支笔它所呈现的颜色效果就不一样了 再来我这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它的颜色就会跟着变得比较深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每次画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个牌子 它最后面这个地方 它一定会留下这种很莫名其妙 很深很深的痕迹 然后我随便再拿另外一个牌子的画过去给你看 是不是 它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哦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有一个方式 它叫做非白 也就是说我们很快很快的 咻咻咻咻啦 咻咻咻啦 趁着在买菜 下手不手软 不手软的给它下去下去下去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颜色的部分就没有这么深了 完全不手软你就是手刀 手刀手刀 就是这样子 完全不扎眼的手起刀落手起刀落 它就可以这样子了 那我们最好的状况是每一横过去的时候 中间不要有空白的部分 也不要有堆叠 堆叠的话它的颜色就会变得不好看 你要全部每一行都要平贴在一起哦 这个很困难啦 然后这个中间你看到的部分 像我这样多画个两下 它是不是颜色就会变成深 哈 所以这个还是要多练 没办法 只能够靠多练了 再来很重要的一点是 反光要靠碳金笔 有很多人在画麦克笔的时候呢 会跟我一样想说 哎 这个反白反光的部分呢 是不是我们就留一个洞啊 然后其他部分填满就好了 母堂错 这是错误的做法哦 最好的做法是要把所有的图案全部都涂好 涂满了之后 再拿白色的碳金笔去画啦 我前面先示范这四个是色铅笔的部分哦 告诉你色铅笔真的不能用 我试过了 来 这是Paintel的色铅笔 它顶多做出来的白 反光就这样 微薄的水性色铅笔勒 颜色比这个还要更淡 极限了极限了 哦 似乎好像有一点点白哦 似乎哦 似乎 好 再怎么画 顶多极限就是长这样子了 这时候就要告诉大家了 为什么一定要输用这个碳金笔勒 微薄的碳金笔哦 来 各位观众 见证奇迹的色铅笔 到了 有看到吧 有没有 人家就是很煞气 我同样的力道哦 同样的力道画下去 就是不一样 这个白 跟这个你可能已经画到天荒地老 画到纸杖都已经破掉了 已经穿透到宇宙另外一边了 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像它这么的亮 这么的白 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那像底下这个呢 这个牌子呢 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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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哇哇哇哇哇 这个我已经不晓得要怎么说的 这可能有点像是那个 屈臣寺会卖的杂牌的那个保养霜 那这个等级大概就是什么 SK2啊 OLED之类的 这个完全是全亮白哦 保证你14天就可以全亮白 就是靠这个了 就是靠这个了 我真心不骗呢 没有骗你每一笔每一画我 都是用一样相同的力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一定要使用碳金笔的理由啦 最后一点是大家常常都会忽略的部分 很多人都在想说 麦克比到底要挑多好多好 我跟你讲了每一个厂商他做的东西 不会烂到哪里去啦 顶多就只是分便宜跟贵而已啦 这排的就特别贵啊 我没什么好跟大家分享了 大家差不多都一样啦 差不多差不多 主要会影响到你画出来到底好不好看 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纸张 纸张很重要 纸张才会影响画出来的质地 通常工厂生产出来的纸表基里 他会有分初中系三种哦 磅数不同也会影响到你画出来的效果 你看哦 这个是我拿日本的水彩水彩纸 这个磅数厚到吓死人 然后他这个纸表基里也是很粗 非常非常的粗 我这一个画出来 非常的像蜡笔 很有蜡笔的feu 非常有蜡笔的feu 就就是就是这样 可是这是麦克比画出来的啊 他另外一个这个是四季的吧 应该是四季的素描本 然后拉的很靠近了 可以再更靠近一点 呃 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啦 就很细腻 真的超细腻的 画出来的效果 嗯 就就是这样子 这个也是 他都会透灰透啊 灰透灰透 那我们看另外一本呢 这一本他的质地跟四季的也差不多 差不多 上个礼拜回家的时候画的 登登 画出来 画出来 会不会透 会不会透 还是会透啦 还是会透啦 怎么可能不透 真的 怎么可能不透 尤其是在阴影的部分 你一直无限无限的加深啊 这个加深肯定是会透的 这没办法 一个好好的图齁 你真的要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恩变 恩变 才有办法画得好 我这个香蕉 总共拿了14支不同的笔画 所以 画画这条路齁 嗯 有点烧钱啦 我是觉得 呃 这 你真的想要挑麦克比的坑吗 你真的想吗 Are you sure 麦克比的这个 这个前坑很深喔 很深喔 以上就是我这一集的小小小心得啦 当作是个参考用的 纯属参考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呢 可以去问问广色科的朋友们 我相信复兴美工的那一群同学们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告诉你 他在学校到底学了什么东西 我希望他们不是在上课的时候 睡觉睡过去啦 我是真的有学到一点东西 不是来我这里看完了之后 我学校都没有教我这些 这样子有点难过 有点难过 嘿啊 安捏安捏 堵堵安捏啦 这集就这样咯 加勒 再见 再见 姐姐 大汗 justamente 好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